那我也坐下好 大家好 我是林志仲基 我是美院的粉絲 美院的粉絲 所以我今天來到這裡 我今天我想簡單 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在當法官的時候的一些經歷的故事 那我就坐下來 好不好 我坐著講好了 我昨天下午打一個電話 給我一個司法官同期 我們司法官的級別 在這個司法界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 大家見面都是為了你幾期的 然後就學長學弟相稱 這個在我看來是一個枷鎖 我很不喜歡這個級別的這種概念 這個學長學弟的這種概念 我也很討厭 好 我先講 然後我 我是二十九級的司法官 我的同學唐光毅 他在高分院當請示廷的法官 那前幾天司法院人審會決議 他調台東地院的院長 我打電話跟他恭喜 他在電話裡面跟我講說 現在法官做的士氣很差 就是當法官士氣非常低落 那昨天那個法官協會的理事長 叫做高金之高法官 他寫了一篇文章 是針對天下雜誌這一集 有篇文章 我們的法官 在人民的信賴度的排名 已經是敬佩莫作 只有二十八點四 那如果各位要注意的去年 中正大學好像是法學院做的一個民意調查 我們的法官的人民的信賴度 只有百分之好像是十六 檢察官比較好一點好像百二十幾 所以我會去想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在1993年到現在已經二十四年了 那我做了司法改革 他到底顯現了什麼成果 或者說我們當初的理想 為什麼會走到今天 這樣的整個司法 可以講說信賴破產的程度 其實我內心很傷痛 可是呢 我說實在 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會搞成司法這樣 因為我所知道的 包括審判的獨立 還有法官在辦案的認真上面 都已經有很大的變革 而且我認為這是肯定的正向的 包括貪污的法官 是越來越少 那會干涉案件的院長 大概是零 不太可能院長會去干涉你辦案 那為什麼台灣的司法反而 的信賴會低落到如此的地步 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 馬政府執政八年 把司法搞爛了 剛才 現場有一位同學講到黃世民 哪一個國家 民主體制法治國家的檢察總長 在他的屬下 特徵組檢察官偵辦的過程裡面 發現 執政的國會議長 跟在野的國會領袖 有這個通話的錄音 裡面談到要關說特定案件 就是希望檢察官能夠放棄上訴 OK 申辦的個案裡面 哪一個國家的檢察長 會夜奔總統的官體 跟總統報告說 國會的議長 他的錄音的情況是這樣 然後就導致九夜政爭 那請問老百姓怎麼信賴你的檢察體制呢 老百姓會信賴你的這種檢察體制嗎 好 那我自己是陳水扁的老婆 吳淑貞的辯護人 那馬英九的特別費的案件 台北地面的法官在更換法官之後 用所謂大水庫理論 把馬英九判決無罪 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 我講錯了 就是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 因為在犯法官之後 是同樣馬英九那一位法官所審理 他為什麼不用大水庫理論 他把陳水扁判了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所以我們的司法沒有辦法 讓人家現在就會覺得說 碰到政治 他就會轉彎 連最高法院對於所謂貪圖 到底你要採法定子權說 或是要採這個所謂 這個職權關聯說 他都會有兩派的見解 那請問我們的民眾 對這樣審判的作為 他難道不會懷疑這有政治的操縱嗎 如果我們再講到恐龍法官的由來 那就白玫瑰運動的開始 那對於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 你還要去探討有沒有違反他的意願 然後去決定說他有構成所謂的這個 強制性交錯 那這樣的邏輯思維都會讓白區覺得說 我們的司法脫離民眾太遠了 所以我要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司法的信賴度會低落到這種地步 主要是我們自己的法律人 把他告詐了 然後我們的媒體 又不願意精進研究 遇到有爭議的社會事件的時候 就用所謂的民意來做為事件真實的判斷 比如說兩公約通過之後 公民與政治國際公約裡面的規定 這麼多關於人權保障的規定 這都是行訴訴訟法裡面 就是說沒有顧慮到的部分 但是馬政府既然把它做為內伙法 引進了這樣的公約 那這個法律要受到拘束 所以當被告有精湛的時候 不能判會死刑 老百姓就煩了 反而我們的媒體應該要怎麼做 應該是要教育我們的民眾 這樣的國際公約已經作為內口法的時候 法條有這樣的規定 媒體應該要去努力的去探討 或者去研究說 這樣的一個國際公約的款項規定 他在聯合國的這個事務委員會裡面 他是怎麼解釋的 那法官他本來就應該受拘束 他不能做手刑的判決 基本上他的判決是正確的 不是這個被告他一定就要處理死刑 所以我會覺得很難過 就是說整個社會對我所了解的司法界 我每天在刑司法院裡面 努力奮鬥 為一些案件 包括人權的案件而努力 我覺得他本的法官都是我所尊敬的 都是很努力在辦案的 那更不要去講說這些法官會有所謂貪污的情勢 我完全不敢相信 可是我們的司法的信愛度會低成這樣 讓我真的是無法理解 真的無法理解 那到底是我剛才講的這些原因 好 那我來談一談傳說中的303 傳說為什麼會構成一個Vegion傳奇 奇理由很簡單 3034真的是一個 你在法院裡面上班的話 在台風電上班 你真的找不到的地方 因為他剛好是在四樓跟三樓 他有一個走道要過去 他那邊就規劃了一個辦公室 那個辦公室只能做三位法官 我們大部分就五個到六個法官做一個辦公室 那他剛好可以講說是一個假城 所以幾乎沒有人會 反正就是要從三樓到四樓就經過 那那個地方就有辦公室 那個是我們在討論司法改革 要打仗的時候決定政策 我們都在裡面討論的 那為什麼他會是一個傳奇呢 因為我們當時的想法 我們不跟外部聯繫 其實那時候司改非常沒有成立 1993年或82年的時候 林陽港擔任司法院的院長 法官都叫司法院長叫大院長 那林陽港擔任大院長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代 審判的這個系統還是相當威權的 所以在改革的那個階段 我們這幾位法官我們的想法 是不跟外界有所連結的 所以剛才有一位同學提到黃金壽老師 因為他在寫那篇論文的時候 他有來採訪我們每一個當事者 那他在有一篇文章裡面 他也提出說 因為我們的司法改革 跟外界的連結度不夠 連結 連起來的連結論的結論 連結度不足 所以他覺得有點懷疑 可是我們當時的想法是 不願意讓外力跟我們結合 主要是怕當時的這個科程體制 強力的反撲 會導致我們整個運動 在很短的時間都會歸於消滅 好我先介紹一些人物 我們當時303是 因為我們大概就利用中午吃便當的時候 然後開始討論要怎麼進攻的理念 那文膽的部分大概就是張生興法官 他就是在媒體上非常有名的 有一陣子他的筆名叫司法魂 常常寫文章在跟最高法院對幹的那一位 那他是師專畢業的 他的妹妹比他更有名 他妹妹就是張娟芬 各位就知道了 寫正信者的故事 十三集KTV的殺人時間的作者 就是他的親妹妹 他們這個兄妹真的超厲害的 是文膽級的 一起來比就很有力 他是師專畢業的 然後後來考上法律系畢業 他跟我是同一級的 二十九級 好 另外一位呢 跟我就是屬於打殺型的 只要在開會的時候 你要幹三四斤 那沒問題陪你幹到底 你要打架也沒問題 一定奉陪到底 就我跟林輝王 那這是個小故事 林輝王是二十五級的 那林輝王剛好跟我有一點點 非血緣關係 就是我小時候 我媽的生活之後 她有奶 那林輝王 她媽媽就會把她爆奶 吃我媽的奶 所以她就長得比我高 因為她先吃我 我媽人好 就先給她吃奶 再讓我吃 所以我每次一到她 我就跟她講 臭媽的 都被你吃了 你看你長得這麼高大 我長來比你還要 我們兩個是同年吃的 可是因為我先當律師 當然兩年多 我是最後才去受訓 所以我級別比她晚 她二十五級 另外那個李泰郎 她現在是法官學院的院長 她是從彰化剛調到台中地方法院 台中地方法院 那她是二十四級 是先當檢察官 當了一段時間 那另外一位呢 就是陳漢中 她以前是調查站的調查官 那後來去司法官受訓 她是也是跟李泰郎同一起 二十四級 然後跟李泰郎一樣在彰化服務 也是同一年剛調到台中地方法院 好 那我講我這個人物介紹 各位就會發現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我們都不是那種 一開始就當法官的 我是先當律師 林威煌也是師專 然後那個張聖經也是師專出來的 然後李泰郎是當檢察官 那陳漢中是當調查官 那我們的特色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其別都很年輕 當時我只有三十四歲 那張聖經比我更年輕 可以講說我們都在四十歲以下 在當時 可以進入法官系統 只有像我是剛進去才兩年 我是八十年派 民國八十年 一九九一派台中地院的法官 那我們這個改革是一九九三開始 我跟張聖經都只有兩年的法官建立 也就是說 我後來自己去看說 這個改革會成功 我們會這麼團結 會堅持下去 是因為 我們被這個科層體制的進欄 還不夠深入 那 我自己在司法官訓練所 我是帶頭跟所方對抗的 不合你的規定 我就要求他們 不 不到位的 教育訓練 我要求要增加了 所以 我們這一期畢業的時候 被冠上是司法界的紅衛兵 我們在所裡面的 對抗的力道就非常足 那我又是當隊長 是帶頭 對抗 所以這樣的一群人物 聚在三零三 利用每天 中午吃飯的時間 商導對策 要從 法院的哪一個角落 開始把它照亮 就變成我們是團結一致的 每日的課題 我們第一件事就想到 1993年之前的60年 我們去研究他的法院組織法 發現 法官的事物分配 應該是全體法官決定 60年來 沒有任何一個法院 是依照法院組織法去做的 其實當時我們很 非常嚇唬 很害怕 怎麼我們走入這樣一個系統 自己做為法官 每天斷人家生死 每天要除去人家的自由 每天要決定那麼多是非的人 我們竟然 沒有依照法院組織法 把事物分配 的權利 歸給全體的法官 而甘願 把這個權利交給院長 一個人來決定 所以剛才主持人講得非常好 如果審判要獨立 案件的分配 你不能公平 人事的 聲簽 你不能公平 那你跟我講審判獨立 都是放屁 我先說事物分配的概念 那有的同學 因為可能 不瞭解法院怎麼叫事物分配 以台中立院來講 當時有民事庭 有刑事庭 有民事執行處 有少林法庭 那這些庭 法官剛出來 像我當時是先歷練刑事庭 然後你就五年計劃 你要跑一些庭 包括少林法庭 你都要跑 好 好 所以 你 今年度 你到哪一個庭去辦 什麼樣的案件 這個法官是會爭破頭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少林法庭非常輕鬆啊 他說少林 也不必寫很複雜的案件 那刑事庭是最辛苦的 月分八九十件 每天要加班看券 然後開庭 民事執行處 是天天要到外面去查封人家財產 去看土地 去看房子 所以這個事物分配的掌握 如果放在院長的身上 那他就可以去對特定人施以恩惠 或者是說 他會找特定人 喜歡的人 去放在特定的位置上面 可是 事物分配的權利是歸屬 法院組織法講得很清楚 是全體法官 好 我們在 當年度的十二月八號 跟 中國時報的記者陳志誠 說 要給你家獨家 那你在台灣拿到獨家的 中國時報的獎金 他果然拿到 當年度 拿到三十萬的獨家獎金 他的下的標題 我覺得非常好 法官自治運動 法官自治運動 為什麼 因為一般的民眾 他不了解 你們事物分配的概念究竟是什麼 什麼叫事物分配 他的意思就是說 法官要把 這個事物分配的權利 拿回來自己做 這個是 法院組織法 當時 本來就賦予 全體法官的權利 我們在十二八號 召開記者會之後 經過九天 十二月十六號 果然 院長 看到報紙登出來了 獨家 他這一次他就 用全體法官會議 來決議事物分配 那我跟各位報告 你知道那一天的表決 多讓人傷心嗎 表決四次 最後是四十一比三十四 才通過全體法官的事物分配 我簡單說 就是說 這種已經在法院組織法裡面 明白規定全體法官 決定的事項 還要動用四次表決 因為院長他要提出他的辦 我們有我們的對案 院長他提了哪些 這個 什麼人去派民意庭的庭長 民意庭的庭長 什麼人去派行議庭的庭長 行議庭的庭長 他有他的案 我們有我們的對案 大家就互幹 什麼難聽的話 都在那個場合 都可以講得出來 表決四次 最後才通過那個 所謂事物分配的 這個議案 那各位一定會講說 這個位置 這個是 什麼法官去做什麼樣的工作 什麼樣的審判內容 負責什麼樣的事務 有這麼重要嗎 我剛才說 像當然重要 比如說你是民意庭的庭長 你只分八分之一的案件 你是行議庭的庭長 你可能只分八分之一的案件 假設你是行政庭的庭長 你是林建 你院長 你是林建 請問哪一個醫院的院長 他可以不看診了 你中華民國的院長 你可以不審判 你到底是行政官 還是審判官 我都看不清楚了 台灣的法官 到院長這一級 可以不用辦案的 那你是幹嘛 你說我行政資源 所以我一定要管這麼多法官 我一定要管這麼多人 那我請問 農總醫院的夠大吧 他管多少人 他照樣要排診 對不對 我們這位教授 他也是理學院的院長 他也是要上課啊 他說我當院長 所以我不用上課嗎 太扯了 非常扯 好 經過這樣的一輪下來 我們算獲勝 41比賽之最後我們的版本 小小跟動 我們說服了多數的法官 這個是讓當時的法官知道說 司法獨立所謂審判獨立的概念 是我們打聽努力爭取來的 不應該把它視為 是隨手可以丟棄的東西 法官的內在要有一個知覺 要有一個很清楚的明亮的 我今天是代表國家做上法庭 我獨立審判 這個所謂獨立的空間 不是院長給我的 是法律所賦予的我的 是憲法給我的 60年來我們在審判系統裡面 竟然我們願意把這個事物分配的權利 交給一個人決定 然後他可以去安插什麼人 在什麼樣的位置 所以才會有台中地院 當時的風聲 一個刑事庭的領長 要到這個位置要200萬 那是風聲啊 我們沒有證據可以證明 但是為什麼在這個法官的自治會議 事物分配的權利法會會裡面 我們本來不勝樂觀呢 為什麼我們最後我們的議案獲得小勝 因為我們當時的院長黃金睿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值得爭議的人 他個人 後來根據工程會的這個 懲戒的紀錄 各位可以去發現 他在台中地區向航庫貸款 高達兩億 無擔保的信用高達兩億 多少的庭長跟法官當他年代保證人 我在想 我在想 當時可能正因為他是如此爭議的一個院長 所以我們這一群年輕小伙子 才能打出第一炮 並且獲得勝利 可能是這樣 所以多數的法官 最後還是在良心上支持我們 讓我們過關了 這個就是剛才主持人在說的 審判的獨立 他維繫的兩個面 假設一個案 一個院長他能掌控案件 又能掌控人事 那你這個審判能力是騙人的 經過這樣的努力 二十幾年來 我覺得法院的審判獨立 請各位同學 各位先生女士 不必懷疑 我覺得台灣的審判獨立 你真的不用懷疑 我覺得馬英九那個可能也要創的蛋 如果檢查案件要動他的話 那法院 將來他面對法院 我像也是一樣 法官的獨立審判這一關 我是有信心的 好 那這是關於 3034在司法改革內 從 法官的事務分配 出法 那再過來 我們這個團隊就想到 事務分配已經 給各法院的全體法官加以決定了 基本上院長也要辦案 像我們台中立憲 我們改革之後 黃金樂他自己講 那我一個月辦兩件好了 我們就跟他妥協 你說辦兩件 我們希望你辦五件 最後我讓他一個月辦三件 但他下來辦案 他是很不爽嘛 太久沒穿那個法袍了 還特別去再去訂做一件法袍 辦案 後來全國的所有的院長都辦案 那第二步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就要進攻 決定 庭長、院長、法官調動的人事審議委員會 我們叫人審會 所以當時我們就在全國串聯 各地方法院 推薦屬於改革派理念的法官 來參加這個 非萬派就是法官選的人審委員 那我們台中立憲推出的林維華 他就當選人審委員 他進入人審委員之後 我跟各位講一個小故事 那因為黃金瑞他很有正義 我們台中天的院長黃金瑞很有正義 我們每天就是想怎麼要除掉他 那在 在這個 我記得在1993的第二年 林維華當選 那個1994 當選人審委員的時候 黃金瑞有一天 把我叫去了 叫我去 他說 他就叫我志宗修 其實他很恨我啦 志宗修 他年紀比我大 他說應該可以當我爸爸在當時啦 他說志宗修 我知道林維華現在 在人審會那邊 那大院長 李洋港 他是 安排我來接 花蓮高分院的院長 就是台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的院長 其實那個地方真的太遠了 而且很偏僻 我是不怎麼滿意啦 但是大院長既然叫我去那邊 那我還是去啦 這個你們的改革呢 我很感動 但是我想我還是會升官去那邊 那你各位就聽得懂嗎 他在嗆我嘛 你改革沒屁用嘛 他一出來我馬上 又衝了衝回辦公室 那時候是BB Call 你知道嗎 知道 沒有所謂那個BB Call 我開 叫他 沒辦法就看到馬上打 欸伯龍 看娘他打在搶耶 說我們不好耶 沒有啊 沒有啊 今天我 喔 你像剛才那邊吃 這是什麼人 黃金類還什麼人 這樣喔 好 這樣沒關係 你聽我說 你待會兒再看他老爸媽 他就進 就進 人神位 當著聯養港 就點黃金類 就開始把他貸款的紀錄 其實我們已經掌握 把他貸款的紀錄 多少庭長為他連貸連保 然後他跟台莊的這些商界 什麼人 交往的程度 全部都 辣出來 我吵 聯養港整個臉都濾掉了 怎麼辦 全體的人神委員一致 他的華蓮 高分院不派 他的暫緩 當天暫緩 那其他的就公關了 第二天 黃金類就把我找 說把林輝煌跟我找到他辦公室 然後就 勞力做很多 靠 我就猜中 我這樣就是 像華蓮 他帶他出去吃飯 他把他報什麼股東 可以投資 好 所以我就叫他去吃 一直跟我們表態 他做錯了 但是都是被庭長跟法官害的 我的媽 我那時候心裡在想說 臭媽的 你這種人 你當院長耶 法官跟庭長 比你小多少 當你連保那個 還有27歲的法官耶 都可以 都快可以叫你阿公了 你被他害的 但是我就沒講 另外我們就看我一點 要 要把我拉一下 啊 院長 你這個眼鏡歪了 我碰你瞧一瞧 瞧就要幫他弄眼鏡 我瞧覺得另外我們超厲害 他都不會生氣 啊 院長 你不要哭啦 不要哭啦 你的白癢 切不完 我來你白癢 切都乾淨 聽他那邊哭哭了 十幾分鐘 我們就走了 然後 記得來猜 因為我們對他沒有講什麼 就是這樣你講完我們就走了 所以才會有那個 中國時報第二天的頭版頭條 黃金睿找法官林暉黃要決鬥 你們如果去找當時的中國時報的報紙 就是這樣 他說 他就直接講 因為 就是林暉黃在 你怎麼會把他幹掉呢 那第二天他找我們去 意思要挽回嗎 那可是我們又不甩他嘛 那所以他就 他就倒了 他後來 很快就被判到 司法院的禪室裡面 去做他的禪室 反正那就是一個良缺 等著 那沒多久就退休了 這個是關於人省會的這個 我們的進攻的一些故事 那再過來我們就是做 李登輝那時候 這個要做民主改革的時候 要有做修憲 要把那個動員條管要做修正 所以我們就推動 司法預算路線 這個也成功了 這個也成功了 然後再過來就 再推動 這個 箱子還你 獨立還我 就是我們當法官 判決書要出去的時候 要有一個箱子 每個法官都有一個鐵箱子 然後你要寫完 你要把 你那個主要的那個券 跟你寫的那個判決書 放在箱子疊好 然後要送到庭長 領得這一庭的庭長 然後法院會有一個香樂庭長 鄉住的鄉 幫院長看判決書的人 然後香樂庭長看過 還要再蓋個帳 然後他會 他同時也會蓋院長的帳 因為院長 除非他真的有在關心某一個案子 不然他原則上他不看判決書 都是香樂在看 那這樣的一個送樂制度 在我們當時檢討 其實我們內部也是有一些分歧 但基本上會覺得 這個是對獨立審判的一個干涉 如果你院長 你這個庭長要蓋章 香樂庭長要蓋章 院長要蓋章之後 這個判決書 才能夠送到法院的官應室 蓋官房 判決書才能寄送出去 那我們當時後來取得大部分的共識 是認為說這樣的一個送樂制度 也是違反審判獨立的 所以才會發起所謂的箱子還你 那審判獨立還我的這樣運動 後來司法院 在這一部分有做一些便可 就是說 他做得比較寬鬆 就是說 法官如果你自己願意 因為有的法官對自己沒信心 你知道嗎 真的啊 比如說有的法官他 對自己的法律見證 這樣是不是妥事 他可能也不是那麼有信心 所以他會希望自己 庭長幫他看一下他的書類 有的庭長是很厲害 連那個標點符號都會幫你挑出來 還有那個錯字都會幫你挑出來 所以等於是像小鐵老師一樣 改作業的性質 那有的法官會覺得 這也不錯啊 幫我挑錯字啊 幫我標點符號 這邊該用句號或帽號幫我改一下 所以司法院後來的做法 是說 那你這個送願制度 我們原則上就是廢除 如果你法官志願 要給庭長看你的判決書 OK 那你就送給他們 大概是這樣子之後 到1995 我就賽洞拿拿拜拜了 因為 我覺得 我覺得非常辛苦 在 法院裡面 從事司法改革 基本上 法官是冷漠保守的一群 他們在心裡上是支持你 可是 在會議上 他們是不願意表示自己意見的 然後再加上 有一群很有正義感的 這個 司法工作者 包括調查站的人 都跟我講 你還是退下來好了 因為 我們內部真的是在注意你 還有我們在當時 就是說 多算極深自愛的 年輕的法官 至少 至少 不貪污嗎 至少 我們也認真搬了 或者是說 至少我們也不會跟外面的人 這個過度頻繁的交往 我們都OK的 但是 在裡面的一種冷漠的感覺 或者一種 姑娘的那種感覺 是很深刻的 再加上 辦案的壓力 審判的那種 精神的壓力實在太沉重 所以我在1995的12月 我就三月媽媽買買了 好 那我很自豪地講 我雖然現在當律師 但是我這一輩子 對司法改革的理念跟熱情 永不退卻 到今天為止 到今天 我還是 很有自信地講這一句話 司法改革 永無止盡 只有 我們圈內的人 了解 任何一個審判獨立的權利 任何一個 要求實質公平的審判環境的 這種改革的動力 是訴諸於自己良心的 我們在吃那麼多苦難的日子裡面 在多少競爭者裡面 好不容易通過司法官的考試 就是國家受贈 國家受贈這麼好的一個權力 可是呢 我們如果不懂得去 把審判的環境 建立 優質化 如果不懂得去珍惜 審判獨立 所應該 所應該 把握的 那種實質核心的內行 我們的下一代沒有希望 好 我簡單跟各位非常道正 因為我的粉絲 這個每月還要講話 好 謝謝各位 感謝 嗨 那個大家好 我是那個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台中辦公室的余珍 然後我的綽號是每月 然後林志忠律師說 他是我的粉絲 我坐在他旁邊我就全身冒汗 我覺得 光坐在他旁邊之間 事情壓力就超大的 就是 我不知道 剛大家聽林律師講 他講他這些司法改革的歷程 我在他旁邊一直感受到 一種很強烈的那種 正氣的那種光芒 然後就是 就是 他講的熱血沸騰 然後我也聽的就是 熱血沸騰血脈膨脹這樣子 對 那 我其實對哲武還蠻 蠻 怎麼講 我蠻有感情的 因為我其實 剛剛主持人是中禮 然後中禮曾經在司改會工作 中禮在司改的路上是大前輩 那林律師更是大大大前輩 那我來司改會是去年九月底的事情 那來沒多久 隔兩個禮拜 然後 我的主任就跟我說 台中有折武 你去那邊宣傳一下 我們要來台中註點這樣子 然後我就 我就什麼都不知道 我就來了折武 然後一開始 不是有那個自我介紹的時間嗎 我就跟大家講說 欸 司改會在台中註點了 那大家如果有好的房子 大家可以推薦給我們 對 那 從那個時候 我才知道說 原來台中有一個 哲學星期五這樣子 一個非常 一個很棒的公民平台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很多事情 一個很棒的地方這樣子 對 那 也很幸運的 我們就是很順利 在今年二月 司改會在台中 成立了台中辦公室 二月底的時候 那 廣告一下 在那個台灣大道二段 就是 是在母旁邊 愛白旁邊 然後金錢抱歇對面 對 對對對 然後 因為我們 就是在 我們現在在推一個叫做 全民司法改革運動 對 那就是其實像剛剛 林律師說的很多人都說 其實 司法改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包括現在的新政府 也是這麼認為的 那 我們的蔡總統 在就職典禮上 講到司法改革的時候 據說那個全場掌聲 是最響亮 最熱烈的也是 對 那 而司改會就是從 五月四號開始 就推了一個叫做 全民司法改革運動 對 那我們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 從問題蒐集的開始 這樣子 對 那我們有架一個網路平台 可能大家要給我一下時間 我開一下電腦 我轉過來一下 對 對 那就是這個全民司法改革運動的網頁 喔我的Facebook跑出來了 這個應該扣起來 這個應該扣起來 好 黃偉庭在想想人文空間 對 就是全民司法改革運動 然後我們有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 問題蒐集的部分 就是大家上面看到問題蒐集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 你們就看到全民嗎 我們希望說 這個司法改革運動是 由下 由下而上 然後全民都來參與 全民都來關注的 司法改革運動 這樣子 那第一個階段就是 問題的蒐集 那第二階段我們會 問題蒐集之後 我們會進行 呃 所謂的評估庭呢 就是我們把這些問題蒐集來 民眾對司法的疑惑 然後我們轉化成一個議題 那最後訓練項目就是 我們讓他 想辦法想解決的方案這樣子 那 健康檢查第一階段 問題蒐集的部分 我們除了就是網路上 有大家可以上網去投票 就是 就是你可以 其實現在也都還可以投票 就是你可以打開手機 就上網去投票說 你認為怎麼樣的 呃 司法是有問題的 你認為哪些議題是最需要改革的 對那 另外呢 我們就發起了一個 實體的 真的就是單車緩全台一圈 那 就是 貼近民眾 然後做一個 了解大家想法的一個 單車傳遞司改夢的一個活動這樣子 對 那我們從桃園出發 就大家在圖上面看到 我們從桃園出發 第一站是桃園 然後 然後 我們白天早上一開始 就會在每一個 我們是點對點 每一個地方法院 然後我們會辦 記者會 然後收見 就是民眾任何人對司法有問題的 然後我們就會在那個現場發 大家手上有拿到一張小卡 有沒有 就是夾在那本書裡面 有一張小卡 然後你就可以寫下你對司法的一些想法 你對司法改革的一些期望 對 然後我們就會收見 然後晚上會辦座談講座 譬如說在新竹的時候 我們就請了尤伯祥律師 然後我們談邱和順案 然後他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邱和順 邱和順案就是早期的陸正案 就是他另外來講是陸正 陸正這個案子 然後我們講了邱和順案這樣子 然後再下來是 我們就每一個法院 點對點的講這樣子 那就是 真的就是騎單車 環台繞了一圈 然後也聽了蠻多民眾不同的意見 那因為我們 大家看到我們其實環到 二十二十五號 我們其實 昨天前天才剛回來 所以我沒有太多的那個時間 就是把所有的照片或什麼整理出來 所以我想說 我們有一個Facebook 然後我想 帶大家就是從上面很簡單的 跟大家跑一次 我們沿路看到的風景這樣子 對 那我們是從桃園出發 那我們桃園那場記者會講的是 移工的議題 就是 就是外籍勞工的議題 那 在法律 在外籍勞工他們在法律上的地位 他們已經不了解台灣的法律 那很多 法律上很多翻譯的問題 然後 他們踏入台灣的法庭 他們就已經感到非常高度的恐懼跟不信任 然後他們甚至會覺得說 不管怎麼樣 我怎麼講的就是不會相信我 對 那天我們是 辦了一個 就是以外籍勞工為主題組 的一個 記者會 然後來談 就是外籍勞工的問題 這樣 這是在桃園的部分 那 後來到 因為我們每一站會有一些 人陪棋 然後到新竹的時候 就是秋顯治律師的陪棋 然後 講新竹是講 公民平台 就是全民參與 私改運動的一個部分 這樣子 那主要新竹晚上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 有人說 有罪的人是不趕進城隍廟的 那 那天我們就把秋頭圖的立牌帶進城隍廟 然後我們就說 因為秋和順無罪嘛 所以我們今天才敢把秋和順帶到城隍廟口來 這樣子 對 對 就覺得很開心 那其實非常希望秋和順這個案子 可以有一些進展 然後他可以趕快出來 這樣子 對 那就是我們沿路 然後到了來到苗栗 我們就是 談 願離反風車的一個案子 這樣子 然後就是 一路來到了 就是 騎車 騎過那個 厚峰 厚峰大橋 厚峰大橋 在台中有一個叫做厚峰案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厚峰大橋案 厚峰大橋案 厚峰大橋案它是 呃 有聲嗎 有聲嗎 有聲要被吹下去 對對對 對對對 厚峰大橋案 對 那 嗯 就其實這些案子 在 呃 願離平反協和 或是私改會網站 大家都可以看到 那晚上就是 有一個講座這樣子 對 然後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我們回到台中的時候 是找一個百元陪妻 就是 讓很多 大家跟我們一起從台中地方法院 然後陪妻到 台中市政府 然後 每一個人都講出自己 對司法的一些 呃 期待跟想法 這樣子 對 然後就帶大家很快速的瀏覽過 那 這是那天我們 在 呃 台中市政府的 一個畫面 那 後來 呃 台中 有一位江振峰律師就跟我們一起陪騎腳踏車 騎到 呃 南投地方法院 再跟我們一起搬到 彰化地方法院 這樣子 那 呃 那段旅程 我自己印象蠻深刻的 因為 呃 因為我們都是法院點對點 那其實一般環島 譬如說 海邊他會走海線 他就直接從海線這樣下來 他不會進 譬如說不會進到苗栗市 然後再出來 那 苗栗市是 呃 在裡面嘛 所以我們出來的話 我們那時候是翻 從三義 就走三線 就騎三線 翻出來 所以就翻了一座山 然後翻到盛行車站那邊 然後再下來這樣 那一段其實蠻累 那 南投地面一樣 我們是進了那個八卦山 然後再翻出來這樣子 那 呃 其實 這個單車環島活動 一開始的時候 呃 韋婷跟我說 我們要單車環島 所以我覺得 反正沒關係 我們有保姆車 反正我最後一定會上車 因為我不肯騎玩 因為我根本沒有在運動啊 然後 我就 我就覺得 反正我一定會上車啦 然後 嗯 所以 當 我們走到一半的時候 尤其是在苗栗的時候 我 我真的騎到那個不行 我就下來牽車 那 我就牽到一個 一個很陡很陡的坡 然後我就跟 因為我們有三個人一起騎嘛 一個是韋婷 就是主任 然後一個是我 另外一位是志工欣怡 我就跟欣怡兩個 真的沒辦法我們兩個 就 坐在那個 坡前面的一個 短短的小平台 這樣我們兩個就說 真的不行了 如果現在那個保姆車在的話 我們兩個就要上車了 這樣子 然後 可是保姆車就不見了 它可能就離我們很遠 這樣子 那 結果 這件事情給我滿大的啟發 是因為後來 我們大概休息了十幾分鐘 一度想放棄的時候 我們想說 好吧 那不然就是 再加油一下 然後我們就 再翻過眼前 那個短短的不到 五公尺的坡 突然發現 原來前面就是下坡了 那他們兩個就想說 哇 好險我們沒有上車 如果在那時候上車 我們這一段 我們就完成不了了 那其實 這件事情我一直在想是 我在下坡的時候 我就在想 譬如說像前陣子放出來的鄭信哲 這種案子 像冤案救援一樣 我們救援了很長很長的時間 每一次 每一個點被駁回 然後 被 否定的時候 有遇到困難的時候 如果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放棄 我們永遠不知道 後續效應其實會這麼大 對 那如果 司法改革在某些點 大家就放棄的話 那就不會有之後 這些風景 是你想不到的那些效應 對 那我覺得 在騎那一段 那一段主要也是 因為那是第二天跟第三天的時候 其實 大家都說環島第二三四天 其實會是最壯強的 那其實我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壯強的時候 那 那個時候真的是覺得 哇 好險 好險真的有翻過那一座山這樣子 那到了那個 八卦山那一段 我自己印象也很深刻 因為我們進了南投之後 就想說 南投到那個彰化 那個Google地圖直線看起來超快的 然後它有三條路可以走 一條是斜的嘛 就是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條是這樣 繞著什麼 分圓啊然後再下去啊 然後另外一條 又是從下面比較 就是比較靠近那個 遠 比較南邊再上來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討論說 我們要做哪一條 就看 這條最快17公里而已 就直線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超愚蠢的 然後我們就決定選了那一條 就因為它最短 所以它就是直線的翻過八卦山 然後它就是直線翻 我們就從那個南干工業區 然後那個坡都是 就是真的是這樣喔 就是抖到 就是你不可能踩下去 就抖到那個 就是那個有騎車的陣風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江律師 他自己環過島了 他幾乎也沒辦法 他也下來用牽車 然後韋庭也下來牽車 大家都下來牽車這樣子 然後我們都一邊 我們那個心中就是 我們能夠騎到頂點的那個 念頭就是一直罵三字經 就是喔 自己是白癡 為什麼有這條路 對 那我覺得其實 因為我們 我們隨車有一個 跟車攝影的一個導演 就是也是徐志強練習題的那個 季導演 季樂軍導演 然後他就是在台東的時候 他就簡單訪問過大家 他就問我說 有沒有什麼 什麼心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有一個心得 就是在這兩天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蠻假扮的心得 我覺得蠻假扮的心得 對 我覺得蠻假扮的心得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這條路就是 怎麼說司法改革這條路 雖然我才剛進來 可是我覺得 也許他不好走 但是 但是 你就是 傻傻的 你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踏 一步一步踏 一步一步踏 他再抖 然後再遠 再淚 就是 別人怎麼覺得你是笨蛋 你就是給他踩下去 你一定會有一天 你會 你會翻過那座山頭 然後 你會看到 不同的風景 那也許 很多人會 因為很多人在前面等著 要把他的意見給你 所以你一定得踩 你一定得翻過這座山頭 你才可以 去 接觸到那些 你才可以去接受到更多 民眾的心聲這樣子 對那 就好險我們就 爬過了那個 八卦山 雖然其實是半走 半爬的這樣子 對然後 我們就爬到那個彰化地獄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已經累到沒有辦法站起來 就立刻 就是連地獄拍照的時候 我們都是 就是坐著的 就是真的太累了 那那天晚上 在彰化有一場講座是 就是我們請那個 一位詩人叫做李長青老師 然後跟 也是司法改革基金會的長職 爬真律師 來到彰化 那那一場呢 那一場 講座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來了很多 他們就是有備而來 就是 老師 然後 有法律圈內的人 然後就是有備而來 然後第一句話都會跟你說 齁 彰化真的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活動 彰化很需要 很需要有這樣的空間 就是彰化 他們覺得彰化很少 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可以讓大家來討論這些事情 對啊 就是彰化沒有責物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可以讓大家討論這種事情 那其實他們問的問題 是非常非常有水準的問題 就是 喔這是什麼 Sorry 怎麼了 我不知道你按到什麼 對 其實他們問的問題 是非常有水準的問題 然後那些討論的蠻多 譬如說是 因為那是彰化嘛 所以很多人就問了賴律師 關於可能是 顶星案的問題 然後 後來的症結案的問題 那其實那一天 大家討論了非常多 那在彰化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家印象最深刻 最深刻 其實最 怎麼講 最感同深受的是 其實司法上的成像差距是有的 就是在資訊上的差距是有的 所以司法改革 我們不能只在比較大的城市 我們不能只在台北 不能只在台中高雄 這種比較大的城市 其實 其實像是中南部 或是一些比較偏向的地方 其實他們更需要 那在營臻律師那天就有說 其實很多人都戲稱那個 刑事訴訟法是過不了桌稅息的 對 他說過桌也就沒有刑事訴訟法這件事情 對 那 其實很希望可以 把這件事情去做平衡 對 那 那是彰化那天 那其實你會覺得很特別的是 法律跟詩 法律跟文學怎麼樣去做結合 對 那 因為李長青老師 他的太太也是法律人這樣子 那他也非常關注人權 跟政治啊 或者是甚至司法相關的議題 對 那其實那天 我覺得 會超乎你想像的 有一種 理性與感性的結合這樣子 所以其實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本身的背景 其實我是法律系畢業 可是其實我 我自己坦白說 我對法律的興趣 其實沒有這麼的濃厚 其實我對 可能是 其他的東西 譬如說文學 或者是 文史哲 會相對比較有 興趣一點點 那 我會很希望可以用比較 大家可以比較 了解的方式 比較白話方式去 踏入我們這個 司法改革的 比較有趣的 方式來踏入司法改革的 這個領域裡面 對 我覺得這個結合是 滿特別的這樣子 對 那 後來 這個就是蘋果 因為就是 有一些採訪 那蘋果東新聞 就有一些分享這樣子 然後也感謝 廖大哥有來幫我們攝影 對 那 那一路就是 一路就是 往南走 那 走到了 嘉義的時候 嘉義很特別 我們本來是 請羅秉承律師 因為羅秉承律師 是嘉義人 他是願意 平反協會理事長 然後他是嘉義人 會想說 找嘉義人 然後因為我跟韋婷本身也是嘉義人 然後就想說 找羅秉承律師來講 就是 有關於嘉義的一些 那這很早就敲定了 然後 很特別的是 鄭幸哲剛好兩個禮拜前 就是放出來了 然後羅秉承律師 就是有跟我們 阿姨別吵鄭幸哲來 然後我們想說 哇 超棒的啊 那就是很棒的 就是鄭幸哲出獄之後 第一次公開的一個活動演講 這樣子 對 那一場 就鄭幸哲的消息 釋放出來的時候 那一場 大爆滿 就那一場 人 就是 排到 就是整個排到那個 大家可以看 我們那天就是整個 排到那個馬路上面去 就是騎樓啊 然後整個外面都是人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在看 那天在講什麼 那 那天 因為我們最後都會請 就是講者 就是寫一下 他對司法改革的一些想法 那 那天鄭幸哲寫下來 就要他說 沒有標準的標準 不是標準 沒有標準的標準 不是標準 因為他覺得 在法官認定他的犯罪 跟法官認定法律見解上面 法官會跟他說 就是沒有標準啊 就是自由新政的範圍很大 沒有標準 他覺得這段來說 根本就不是標準 他覺得這根本就不是標準 那 羅秉承律師就說 大家進去裡面觀越久 就越可以變成哲學家 對啊 然後說許志強也是哲學家 鄭幸哲買變哲學家 對啊 那 那是鄭幸哲那天講的 那 羅秉承律師他是說 他希望 檢查系統可以有一個完善的 定罪的系統 他希望可以 他們造成的冤難 他們自己救 自己的冤難自己救 這樣子 對 那是那天鄭幸哲案的 一個 一個 分享這樣子 那其實蠻意外在嘉義 然後因為 我自己嘉義人 然後 我自己從小是 沒有什麼機會接觸到這種議題啊 社會運動啊 司法政治任何相關的意見 然後我其實蠻意外嘉義 現在 我那天去看到很多 因為我自己嘉義女中畢業 我看到很多我的學妹啊 然後有很多國高中生 我其實蠻感動 我覺得現在其實很多很多很多 像今天在座也是一樣 非常非常多同學都非常關心 這個社會 我們台灣未來的方向 我其實覺得 這樣看我是覺得很樂觀 對 那我們在那個西螺的時候啊 有遇 就我們在西螺修腳踏車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遇到那個 一個腳踏車行 嘿 然後那個腳踏車老闆就很興奮 就說你輸該回喔 我就是有榮幸可以 就是服務到你們這樣子 那 其實我覺得大家 可能會認為說 我不是平民百姓 我可能只會修腳踏車 我不知道司法這件事情在做什麼 但其實 像他們都是對司法非常有想法 只是 他們會覺得說 沒有人沒有人 其實沒有人在乎我的想法 你們法律人就是玩你們自己的東西 對那 他就是 那西螺這個老闆 他就是非常認真的 跟我們分享他對司法的看法 他覺得 其實 判決書更應該貼近 人民 就像 剛剛我有看到那個法律白話我的小編 對不對 然後 他覺得 判決書應該更貼近人民 我們應該更 讓大家可以更明白 我們法律人 在做什麼 這樣子 那這是 嗯 西螺的部分 那 後來到了那個 呃 台南 台南那一場是請到那個 台南有一位法官 叫陳清賢 法官跟政結案的律師 黃志豪律師 來分享說 他們對司法改革的一些想法 對那 這天 大家就真的是蠻認真在討論關於死刑 因為那天廢死聯盟又到 然後就是討論死刑相關的議題 那 其實我蠻感動的是 因為其實你收集小卡路上 其實我們還是收集到蠻 蠻多張 就是 會 會說 就是絕對不能廢除死刑 或者是 嗯 應該把所有 什麼 嗯 就是像所有政結或吸毒犯都抓起來關什麼之類 這樣這樣子的言論 可是 那天 我們聽完 就是 這場演講之後 就有幾個人跟我講說 聽完這場演講 他覺得他自己以前 嗯 想的太少了 就是 他覺得 之所以你會 這麼 極端 或這麼 武斷的 在判斷一件事情 是因為你了解的太少 對那很希望 其實像這種活動 跟這種訊息 可以在更多地方多一點這樣子 對那 其實後來就這樣一路 就是往南起 那 如果說是腳踏車的那個體力上的部分 就是大概過了八卦山之後 我們就一路實際上是平原嘛 那就比較 比較輕鬆一點 那 最後一個大家都知道 環島最大的關卡就是那個獸卡 就是南回 台台九線翻過去這樣子 那 大家就很緊張想說 我們要翻 翻過台九線這樣子 那 結果其實 奇奇的過程之間 你就發現其實台九線沒有這麼難 跟想著那個八卦山的坡 你就覺得 哇靠台九線超簡單的 就覺得獸卡超簡單的 對對對 就覺得獸卡真的好簡單喔 但是 可是因為那天下雨 然後就有遇到一些 就是 比較危險的路段這樣 那其實 後來還是都很 很順利的通過了 對那 對就是 呃 就是後來就成功又上了那個 那個 那個台九線 那 呃 在台東那場演講是 許志強案的演講 那許志強案是 因為大家知道許志強案 他就是 呃 他是一塊素神法出來 那去年九月 呃 剛獲判無罪 那 許志強就 那天他就講他的冤案 那 呃 我自己 還蠻喜歡這張 搜集到我的卡上面寫 他說 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是事故 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故 使越越來越來越少 然後跟我們說加油 對 那 呃 其實這張小卡 我知道是誰寫的 他是 他其實是我妹寫的 對 他是我妹寫的 他是在呃 他聽完秋和順案 在新竹 他去聽秋和順案 他去用火箱律師廟口秋和順案 然後一下 然後我妹他是一個完全 不接觸這一切事情的人 他是在 我 我進私改會之前 他完全不知道這 這在幹什麼的 但 進來之後他 我沒事就會 就跟他講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就把他抓來聽啊 或幹什麼的 那他就開始會去 慢慢的去了解這些事情 那 他就說 我覺得我其實很感動 我說 我覺得你唯一 你關心司法 或關注司法 我們才有辦法去改變他們 才可以減少所謂的司法上的事故 這樣子 那也很希望台灣真的有一天 就是不再有冤案 這樣子 然後 就是我們上售卡的時候啊 就是 我們遇到兩位大哥 他們是騎機車在環島 然後 就照 看大家 就是大家上面這樣寫的 那我們就很興奮的跟他講說 就是我們可以上網投票啊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 欸 我要他抽啊 我不懂司法 啊 我們對司法改 我可以寫得很直嗎 這樣子 然後就說可以啊 結果他就 後來就收到一張小卡 他就寫 剛才聊了幾百 這樣 他對司法的一句話就是這麼 就是這麼直白的一句話 然後 然後 然後他就收到小卡 就是這麼直白的一句話 然後 其實我們有跟他聊一下 他只是覺得說 其實我覺得人民的想法是一樣的 因為他 他覺得法律司法離他太遠 那透過媒體間接的報導 他們會覺得說 怎麼跟他想的 跟他認為的價值觀是差這麼遠的東西 對 那 後來收下小卡之後 他就很熱情的跟我們道別啊 然後他還請瑋婷 在他的環島旗子上面 就是簽名啊 什麼的 然後他們衣服上 一桌大樹不老環島 是因為我們還有夢 那其實我們後來討論啊 我們也覺得其實 我們這趟旅程 我們環島這趟旅程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夢 我們希望可以傳遞民眾 對司法最直接的感受 然後也期待未來有一天 人民對司法的感覺是信任的 對 對 那 但我們又跟他們說 我們希望我們一起努力 然後 希望就是大家 你可以多關注多參與 我們多思考 那希望有一天 我們台灣司法可以 就是越來越好 那我覺得蠻特別的是 另外一次到玉里 玉里檢疫庭 它其實是一個快要廢掉的檢疫庭 那一天 它一個禮拜只開庭一次 然後是法官從花蓮 然後就是法官 然後一個書記官 然後再加一個 好像是法警 然後三個人一起開車出差 每個禮拜下來一次 然後再回花蓮這樣子 然後就很特別 然後我們到那邊去的時候 那天 因為他們 因為我們有發公文去 我們到每個法院 我們都會發公文去 然後那天 法警長就很緊張 已經泡好兩壺茶 要等我們來 對 他就泡好兩壺茶 要等我們來 他就想說 就是我們要來這樣子 然後這裡 他就說 這裡平常都沒有人耶 就是好難得你們會來這樣子 那 但他們就會很熱情的 招待我們這樣子 那 對 那天 那天執行長 他就直接從台北到玉里 然後他隔天就跟我們騎了一段車 然後從 玉里騎到花蓮 對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呃 我們有收集到的是小朋友寫的 這真的是小朋友寫的 小朋友說 我不行殺人 然後國家也不行殺人 對 我覺得其實小朋友也是蠻 就是有他們的 看司法的一些想法 那第二個是他說 我喜歡台灣這座鳥 有沒有 希望你們要加油 對 我覺得台灣這座鳥 其實我覺得很可愛 台灣這座島啦 對不對 我覺得其實蠻可愛的 就是 小朋友用很直接很童真的方式 來告訴你說 他對這個土地的 的喜愛 對 對對對 愛的現場寫 他可能就是自寫的 我喜歡台灣這座鳥 然後希望你們要加油 這樣子 對 然後 對 然後我們就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朋友的一些行能 那那天執行長就 就反正那天執行長 就跟我們一起騎車這樣子 然後我們都笑稱他長這樣 好像馬英九 對 好 不要再看我覺得有點噁心 沒有 對 然後那天遇到很大 他其實因為他 他就自己覺得他自己不用防賽 他自己就賽了一大街 就是色差 然後他回家就大賽上這樣 然後我們就說 你好險有人來騎台 知道我們有多辛苦 那天就是 遇到了最大的一場雨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一直說 欸你要不要上陣 因為他根本沒有練琴 他也沒有任何熱身什麼的 我們就欸你要不要上陣 可是他就說不要 他就是 司法改革 他覺得 就是反正我們要一起做完這樣子 對 那 反正一路 一路大概就是到了基隆 然後 到了基隆 我們後來有一段 然後有很多NGO的陪棋 就是有FACE聯盟 跆拳會 然後時代力量 跟兩公約聯盟的NGO同仁一起陪棋 然後我們就從羅東起到基隆 那在台北的時候就是柯島跟榮智來談司法改革面對面這樣 那榮智是我們的執行長這樣 對 那在基隆廠的時候是 就是孫斌律師跟李彥榮律師在討論 因為他們兩個都不是 不是完全法律系背景出身的律師 那就談很多 不同不同 除了法律以外 不同 他們怎麼踏入法律的議題這樣子 對 那 這是基隆地方法院 我就是比較簡單帶過 那 其實我覺得我們到每一個法院 你會發現法院每一個法院不同的文化 然後你會發現他們不同的感覺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我們到屏東的時候 那個院長就很緊張 然後院長就親自出來 就親自出來 接著很怕你會衝到他法院裡面做什麼 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到宜蘭 宜蘭地院 基隆地院 的時候 然後還有那個 新北板橋 板橋那個地院的時候 那個 我們一到板橋地院的時候 警察是直接 全部包圍 就是 包圍到就是 像 然後韋婷就是進去 他本來想上個廁所 結果整個水壺把它包圍 他就說 他好像自己 就是 就真的 他真的很怕 就是他們真的很怕我們做什麼 這樣子 然後就很緊張 那其實 你會發現每一個法院 其實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那 可是你到那個 我們在雲林地院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會很 因為我們在雲林地院 沒有比較大的記者會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都已經準備好 要就是 款待我們 他還送了我們一個小禮物 這樣子 就其實 那個城鄉差距 其實我覺得還是 還是蠻大的 這樣子 對那 後來就回到了 那個台北司法院 然後有一個記者會 那最後有把意見送進總統府 就是把大家的意見 收到總統府 那 那是秘書長接待 那 因為維廷有進去 那他可能會 就是 有一些承諾 然後 可能之後會有一些後續的 一些消息這樣子 對那 我們就隔天 就又繞回桃園這樣子 那 除了 就是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 其實我手上有一些 大家對司法的一些想法 其實 我覺得民眾對司法 一些想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理解 就是理解 就是他很多是說 請法官走向人群 了解底層 人民的生命故事 然後 有人說 希望有一天台灣的司法裡 罪犯是沒有面貌的 因為罪犯在 不要說罪犯 應該說是任何人在法庭上 他都會看你長什麼樣子 你的衣著 你的性別 你的種族 你的一切的一切來 來評斷你來 先有一個心證了 對那希望有一天是沒有面貌的 那也有人提到是監獄的制度 希望監獄不是把受刑人隔絕在鐵窗內 而能落實犯人的人權 然後並為重返社會做準備 我覺得其實大家去聽這些 你會發現其實民眾對司法 是很有想像是很有期待的 對那 希望司法不分 為高權重富貴貧窮 然後這個活動很有意義 台灣加油 對那 在台中有一個叫 晃晃二手書店的老闆 他說 他聽完許志強案 他說 他從來不知道司法這麼荒謬 他說他希望 不希望司法變成那種很荒謬的電視劇 對那 這個是 有一張是 他寫說 希望信賴司法成為一種 值得炫耀的生活方式 對其實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最後共同的願望這樣子 那 也有人說 不要放棄理性 思辨的機會 不要步上極端 對 那另外一個是 擁有自行能力的司法 才是偉大的司法 就是司法他必須去做自己的煩心 那 也有另外一個小朋友說 他對司法一句話就是 我希望法律可以保護我 對那這其實是小朋友很 很純粹很簡單的想法這樣子 那也有人說 支持大法官正式婚姻品權即刻實現 對 那這也是 蠻多蠻多人這麼說的 那有 陳清賢法官 就是台南那位講的陳清賢法官 他說 他說他以前都會這麼說 他希望他自己退休之前 法官可以得到社會上的尊重 可是他覺得在這個 現在的狀態之下 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說他希望他的孩子 就是他現在 剛進來資訊所 或是剛當法官的孩子們 退休前 法官可以得到 應有的尊重 還有那個 那個線又倒退回來了 這樣子 那 那有人說 支持律師婚姻權 有人說 法官不應該被搞基束縛 那 就是 其實大家最希望的就是 人民可以對司法重拾信心 然後我們從法治教育來扎根 這樣子 對 那 最後 最後的最後 其實 我本來想給大家 就是放一分鐘 我們就是這一次的小短片 這樣子 一分鐘而已 就那他其實就是一個 對 他是現場收音 他是沒有那個 沒有配樂的 那就是一路想要風景 這是志工信仪 然後到嘉義地方法院 然後大雨 繼續騎 好 好 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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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雨很大 超大 心情好 受草的力氣可以這樣 就是很累就沒用 可以四八百個運動 好 這位力見 我們接下來會 好 到全台灣十九個法院的地點 讓每個法院來接收民眾力見 對 其實是一個很短的影片 那就是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一次環島的那個 那個 狀態 那 其實我想跟大家推薦一下 就是韋庭 就是在台東 很努力生做一篇文章 他說不要說人民對死法沒有效 其實我覺得他說的是非常非常有道理 就是 就是 520那天我們剛 要 就是翻上單車路線大網授卡的時候 然後 隔天我們就看著那個 就那天我們就看著臉書洗版 然後 總統就說 司法改革不是司法人家或是 應該是全民參與的意見 這樣子 對 那 我們就是經過遇到各行各業的人 然後遇到很多不同的 的 民眾 那 很希望很希望說 法律人或者是從事司法改革的人 不要說人民對司法是沒有期待沒有想法 其實人民是很有想法 那很希望說是全民一起來關注 司法改革 就像大家手上那個小卡 是全民司法改革運動 是 你只要多一個人 來關注司法 你只要多一個人 來關注這些事情 我們的司法 就會少一個事故 然後讓那些故事 永遠是故事 就是不會再有新的故事 然後你也不會有新的事故發生 這樣子 那就是真的很希望大家一起來做 卓平司法改革運動 謝謝